尽管阴阳高照 竹山高中这几位刚毕业的学子 真认真的在虎龙谷园里整只 让之后虎龙谷可以又大又好吃 这些都是农园主人 所教给他们的农业知识 毕业之后就有一段很长 就是暑假 都比别的年纪还要长 所以就想说要来打工 然后就我妈妈有上红 就我跟她一起找 刚好看到农会办的活动 所以就上网找 然后就看到这个 然后就跟文哥他们联络 然后就来做了 有时候很累 但是还蛮踏实的 就朋友一起找 就我们这群一起上网找农会打工团 然后就想说来尝试看看 做农真的是很辛苦 参加县农会 农业打工团 农业好好玩 学生暑期打工专案 让这些青年学子 学习到许多在学校里无法得到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你会刺到 不然就有时候不小心就会拨到 然后手就会有点受伤这样 我觉得比较辛苦应该是 有时候就有很多事 其实太阳就已经很大了 然后我们还要在 就是可能有一些进度 要把它赶完或是摘过的时候 就是可能还有一些进度 一些压力 所以要想办法 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把它弄完 农场主人很照顾我们 他把我们当成亲弟弟一样照顾 我们也把他当成亲哥哥一样 准敬他 在这边我学到很多 跟以往不同农业的做法 像是有机农业 我们所使用的肥料 也是我们之前没有看过的 县农会今年首度推出 暑期农业打工 地点分布在县内多个乡镇 只要是年满18岁以上的 应届毕业生 与在学生都可以参与 且每月工作满22天以上 除可以领到雇主发的薪资外 县农会还会加发一笔 三千两百元的打工奖励金 再去特殊都会跟他们叫 结果我们现在都五点 自己自动起床 所以我感觉 可以带动这些年轻人 大家从事农业 或是各行各业 他可以越来越打招 越来越认真 南投县农业人口老化严重 农员经常面临 找不到工人窘境 而暑假正是学生打工忘记 稍有不慎 也可能遇到求职陷阱 所以才会推出暑期打工专案 一掌和胜丰 肯定县农会用心 也盼之后能够持续办理 明顺从心意主持人采访报道